而先议员詹金副则是针对将在8月10号办理的金针花季提出建议 先议员表示 富里六十淡山、玉里赤柯山的产业道路到现在还没有修好 也请农发处能够赶在金针花季来临之前实作完成 来带动南区的观光产业 湖南县政府农业发展处规划在8月10号办理富里乡六十淡山和玉里赤柯山的金针花季 先议员詹金副表示 现在的坦业都还在修复当中也希望农发处能够赶在8月初以前完工来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 8月10号六十十三集我们赤柯山的金针花开落 这个对我们南区最重要的观光行销 很多人以为花莲很多的地震 我们南区是极少的地震 也希望观光客不要担心这一点 我们的道路也会整修得很好 让我们观光客可以来这边欣赏我们全台湾最好的金针花 希望观光客来这边吃住通通没有问题 也最主要的是希望说我们零四零三以后我们重振我们的花莲县的观光业 花莲县的文章发展出表示 今年规划六十单山和刺客山金针花季的行程都有各自主题来呈现 希望以全新面貌让游客们有不一样的感觉 而产业道路也会在8月10号前完工 共同来打造金针花季的城市 记得节奏欢迎收看